大家都知道防曬這件事很重要 但是真正能做到確實的人 究竟有多少呢? 不如我們去突襲一下台北路人的防曬 做得怎麼樣吧 我們在晴天的某個地點隨間取樣了一群人 請參考不能代表全體民眾喔 一百位之中被紫外線相機拍出有防曬效果的有七位 沒有拍出防曬效果的主因有兩個 要不是沒擦 只是塗抹不足以達到對抗UV的效果 防曬效果不好的原因 有人是因為對防曬效果存疑 有人是因為想到才擦已經來不及 有人是流汗沒補擦防曬效果降低 有人是覺得自己的裝品已經有足夠的防曬力 但總規矩就是對防曬觀念的認知不夠正確 在前兩集的防曬實驗室中 我們已經回答了前三個疑慮 還沒看的話在…這裡 最近陸續說到網友們的回饋 很多人都想知道自己手邊的化妝品 到底有沒有防曬力 什麼SPF30的隔離霜 SPF35的粉底液 SPF23的BB霜等等 各種宣稱自己有防曬力的裝品 你就會想啊 如果今天上了全裝出門 那防曬效果應該相當驚人吧 SPF32加17加25…多少 SPF74耶 而且就算有效 會比得上單純擦一層防曬嗎 我們也很好奇 所以讓我們直接進入實測畫面吧 防曬 隔離霜 中前露 CC霜 CC霜 分底液 這就是我們一般擦的防曬 防曬系數的防曬 這是隔離霜 它說它有SPF35的隔離霜 這是SPF20的妝前露 這是…據說是SPF50的CC霜了 這是SPF30的粉底液 這是氣墊粉餅 SPF37的氣墊粉餅 那這裡是SPF30的粉餅 那這裡是SPF23的蜜粉餅 是SPF3的粉餅 水平 噢 雪翁梅 革離霜 呵呵呵 XD 雙遮 霜雙 霜雙 帶著這樣的結果來面對大魔王 永遠的棘手問題 就是化了妝之後要怎麼補防曬 會說這是棘手問題並不是沒有原因 畢竟上了妝之後 當然想保持妝熱的完整度啊 但是不去塗抹 防曬又得不到均勻度 目前在網路上常見的推薦方法中 其實沒有最完美的答案 其中很常見的就是用帶有防曬系統的粉餅 或是蜜粉輕拍臉部來補 這樣就可以不至於破壞底妝 但缺點就是補起來的防曬效果啊 另一種說法就是用噴霧式防曬來補 會有這種說法 是因為覺得可以噴上去不用塗抹 就不會影響到底下的彩妝 我們首先在左手插上一般的防曬 在右手使用噴霧型防曬 好感 這不是很好分 左邊使用一般型的防曬 我們現在右邊使用噴霧型防曬 此外鮮生也總看得出 用噴霧噴完後 並沒有得到想像的均勻度 仍然需要用手来推开 诶,你发现了 那这样不就失去上面使用喷雾的意义了吗 在实测中 并没有以喷雾式防晒直接喷洒脸部 因为我们并不推荐用喷雾式防晒来喷脸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 喷雾式防晒喷洒出的成分进入空气以后 一部分沾上我们的皮肤 却也有另一部分可能被口鼻吸入 让呼吸道承受了不必要的风险 第二个原因是很容易喷到眼睛 喷雾式防晒添加溶剂 有可能会刺激或伤害眼部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平常插防晒的时候 如果插到眼周 常会觉得熏熏的 就是这个原因 怎么办 觉得天要塌了吗 虽然没有一个梦寐以求的完美答案 我们还是可以借由观念和实测结果 得到个大致的结论 在没有化妆的状态下很简单 轻轻擦下脸上的油污汗水 就可以涂抹防晒乳上去 化妆的情况就比较复杂 通常防晒产品的使用会在上妆之前 如果把防晒产品想象成内衣 妆品是外衣 那要补到内残的防晒 不就等于在不想弄作外衣的状况下 换内衣吗 所以如果不担心麻烦的话 卸除残妆再补防晒 是最直观的做法 最直观 但也要注意卸妆次数不要过于频繁 避免产生过度清洁 影响皮肤正常的皮脂膜 如果要使用喷雾喷洒脸部 就要小心防晒喷雾入侵眼口鼻的风险 况且喷雾也不如想象中的均匀 所以我们不太建议 补具有防晒系数的蜜粉 很粉饼 当然也很方便 然而根据我们的实验 多数宣称有防晒效果的彩妆品 实际效果都远不如单一防晒产品 所以一种规矩 农妆你还要出门晒太阳啊 几乎是找不到完美结发的啦 要补防晒的话 素颜最方便 擦干汗水直接补上就好 但妆也可以洗脸后就重新补上 浓妆的状况下 除非你卸妆 不然几乎不可能真正补好防晒 又不影响底妆 但不管选择以上哪种方式 都还是可以搭配帽子 长袖遗物 抗UV 散等等物理性遮蔽 防护力会更完整哦 说完这些优劣分析 最后还是要由各位 根据自身的情境来选择方法 防晒可是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议题 是不是觉得人生很难呢 防晒实验室系列到这边 暂时告个段落 未然会有更丰富多元的实测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或是留言告诉我们 你想要了解的医疗 保养保健主题哦 我们是Made Partner 有一群医师 药师 营养师 化妆品配方式组成的专业团队 如果想看更多保养保健 受伤的知识教学 疑似破解 还有偶尔打点不笑场上的影片 欢迎留言按赞分享 也别忘了按下订阅 以及旁边的小铃铛 追踪最新的影片哦 我来吃哦